什么是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太阳探面 良心推荐 又是星期四 然后说说今天 还是一包进口的 一包国产的 这个叫槟城白咖喱面 还是椰汁口味的 然后龙潭红烧牛肉面 其实应该吃龙潭海鲜面 但是谁让我们今天炖牛肉了 所以吃牛肉面 还是先吃国外的 这回不上当了 看看怎么做 350毫升水煮面 煮三分钟以后 然后再把料包什么的挤出来 然后再拌 先烧着水 咱们再打开看看 里头有啥 三眼 这个应该是调料 这个可能是一言难尽粉 咖喱酱 等开锅放俩虾 一言难尽粉 奶精 挤一言难尽物 它是辣椒的味比咖喱的味重 它有一点点淡淡的咖喱味 这么凶气 煮吧 三分钟 实话是说这个闻着可是比之前那个百胜厨那个要香 辣椒的香味 咖喱的香味都出来了 先是非常浓重这个辣椒油的香味 然后加上这种爽痰的面 它这面还不错 比之前那个百胜厨的那个什么荞麦那个好吃 要弹 而且香 而且椰汁的味没那么浓 这还挺好吃的 这个吃法是说 而且汤汁的味道非常浓郁 但是也是稍微玩了 龙潭方圆面 北京市龙潭食品员公司 北京市秘云区经济开发区 西七街北侧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 这一袋才一块二 现在也涨价了 最佳食用方法将面饼至锅中 加水至没锅面饼 加热至沸腾 约三到五分钟放入调料包即可享用 我来打开看看 好吧 没有了 一块面饼 一小包料包 这就是所有的内容 三到五分钟 就这种方案面 它的调料包给的 其实相对来说就量会很足 如果这点水放一包什么的 就有可能会咸的那种 所以这种都得多放点水 看我的大罗汉 再不老是就煮了你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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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呐 加上去就感觉这个面好软呐 我天呐 nice 我只让你们看看我自己炖的牛肉 对吧 来点青菜丝 再来几块牛肉 这才是正经的红烧牛肉面 前面就来开始拍泡面环节 搞错了 不吹不黑 看看比这个怎么样 是吧 人家这个可没有我这个实在 但是牛肉主要还是为了摆着看了 我信你个乖 我们还是来尝尝面 小时候那种油炸方面面的 你尝一口吧 你尝我怎么尝啊 天呐 他怎么不给面子 这种面就非常细软的 但是因为他这个料包就是比较大 所以它的味道很重 但说完说啊 这种小时候几毛钱一袋清汤瓜笋 肯定跟现在那种什么又是油包 又是菜包 又是料包 还有很多夹肉的那种不能比 但是确实也挺好吃的 说完说我觉得那个好吃 只有面跟咸汤的味道 没有任何其他的油水啊 辣味啊香味都很少 虽然面不错 然后汤也是小时候那个味 但是确实跟现在的这个 对泡面的这种期待不一样 当然我挽救了以后 肯定还是很好吃的 对吧 总评一下今天吃了两款 我自己感觉还是这个 边城白咖喱面好吃一下 这龙潭红烧牛肉面吧 确实太酥了 然后面饼里头没什么油水 所以吃起来不符合现在的饮食习惯 当然通过它的改造还是很厉害的 对吧 如果想知道这种许氏王婆炖牛肉 到底怎么做 灯木打拨一 对吧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面 北京探面哪家条 爱吃泡面许太阳 看完关个注美食不迷路 拜拜 下周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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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 下周四见 不见解全 下周四见 下周四见